我本来是因为我运行我的小弟 因为我是台湾 我的儿子是不能当心的 我早已不及 我运行 才会帮我 淘淘文广局的女副局长 学历只有自考大专 是否凭实力导选的 在前不说 升居高位就应该好好为人民办事 总之在她的眼里 钱才是第一位的 甚至只要给她钱 就没有她不败的事 女副局长名叫高雪梅 显然她已经忘了初心 也不记得什么使命 监察组对她进行了调查 才发现金钱早已腐蚀了她的灵魂 开豪车 住豪宅 买名牌衣服和各种奢侈品 而这些钱 全是她费尽心机得来的 政府开展文化宣传 有一个美化乡村的项目 拨下来一笔200万的项目款 本来应该找承包商 来承接设计和强惠的 总之高雪梅 却找来了正在放假的老师和学生 组织他们进行设计和绘图 可想而知 这200万的项目款 有多少失禁了高雪梅的腰包 在这位女副局长承包的地段 看着很多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歌厅 高雪梅却将这些称为正常现象 主张先开业后败证 并且在她当前的时间里 许多人都给她送过礼 包括红包 可以说是来者不拒 她承包的所有项目 有超过30多个都是设计违法的 在高雪梅的眼里 只要有钱拿 她就能办事 高雪梅在成为副局长之前 到过餐厅的服务员 她是靠业余时间学习 才自考上了大专 并且之后通过努力 考上了文广体局的公务员 最后一步步走到副局长的位置 据监察室主任说 高雪梅此前非常努力 也很认真 每天工作 会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且她做事果断 有道领导的前置 所以她才能脱颖而出 被组织提拔成为副局长的 怎知职位越高 权力越大 人心就越容易便知 这位刻苦工作的副局长 终究还是被金钱带偏了方向 高雪梅第一次收红包 其实是在2013年的时候 来自一位网吧的老板 网吧老板通过高雪梅中边的朋友 将高雪梅约了出去 让高雪梅包她办一个证 事成之后 一次性给高雪梅转了10万元钱 那时候高雪梅第一次收钱 心里还是害怕的 担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是吵到铁头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钱来的太容易了 高雪梅都不用怎么费力气 很多事情只要自己去打成招呼 就马上拜托了 几万甚至几十万顺接到账 这种来钱的快感 将高雪梅彻底拉向了深渊 据高雪梅所说 她每次拿到钱 就会把这些钱全取出来 一次又一次的数 数钱的感觉 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高雪梅每次拿到钱 都特别小心谨慎 些事全部取出来 至少半年到一年不去动 之后感觉没有问题了 才会去花 时间长了 紧张担心全都烟消云散 她的目标如今只有一个 就是要更多的钱 数到更多的钞票 金钱的诱惑使女副局长陷入了深渊 在任职的六年时间里 只要有人找高雪梅 给钱她就能办事 只要上面拨下来款 高雪梅就会费尽心思 尽可能将她能捞的油水最大化 甚至如今的高雪梅 不会坐着等人找她 而是主动去找别人 告诉他们多少钱能办什么事 国家提出浮赔政策 给乡村学校贴制篮球价 高雪梅就网站上买便宜的零件 到了以后进行组装 然后用假的发票 撇取项目款 就连文化宣传版 她也网上定制 20元一块的成本 卖出去都是80或100一块 终于 贴网灰灰树而不漏 高雪梅太遭忘法 轻视法律的尊严 她的结局 其实在她收下第一笔红包时 就已经注定了 如今的她 已经被收接 抬白着她一件件的所作所为 高雪梅此时的内心 对于她第一次收钱的场景 肯定是后悔不已了吧 此前的辛苦努力 好不容易走到副局长的位置 却被利欲熏心 彻底蒙蔽了自己的初衷 高雪梅被判有期徒刑八年 退缴所有责款 共280万元 并且处罚人民币46万元 是她的胎心与腐败 害了她自己 害了她的家庭 也害了她的儿子 本来她儿子即将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现在也是没有这个资格了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高雪梅已经彻底回不去了 但她的下场 希望可以警示 还在此的每一位官员 轻轻白白做官 踏踏实实做人 只有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着想的清官 才会得到人民爱胆 才是做官的初心和使命 都没得到 带 字幕 谢谢观看